快追問,每日一問 又到我們今天直播時間 那 我真的 在生氣 我決定一定要換掉遠傳 到處哪邊 到處訊號不行 昨天直播我們真的也是 心情超不好的 因為我一直昨天 一直在想要把 那阿里巴巴的這一塊 訊息,因為這一塊 就關於我們做電商的這一塊 是蠻重要的一個訊息傳達 把它準備了很多 想要給大家了解一下說 現在大概電商情形是怎樣 是我竟然昨天講的亂七八糟 回去真的感覺我講的亂七八糟 講的很亂 沒有我預想的那麼好 所以昨天真的心情超不好的 為什麼已經直播這麼多了 還是講不好 真的是亂七八糟 感覺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OK 那反正 就類似 就像那個 羅正宇 羅技師會講 就死科 死科自己 硬是要把自己 把它訓練成是一個 可以直播 而且講的是很有邏輯 讓大家可以一次很聽清楚的一個方式 因為這樣才是 大家很有時間想要聽到其實 其實的東西嘛 不用在這邊加工 那我一次就很很 平白的呈現給大家 這就是我要自己要努力的一個地方 OK 那我們今天講的是 LINE LINE 我為什麼這個題目會講說 LINE又開始進行電商 我們曹博士 這麼的支持我一直按讚 OK 那我們之前在兩年前 LINE其實也經營過一次電商 電商的模式 但是在那一次 我有進去做一個研究 可是那一次LINE的電商 是一些商家 一些商品 也像是 像Yahoo商城這樣子 那你就去申請進入 可是那一次真的是完全的糟糕 完全的失敗 太多限制太多問題了 會變成每一個人上去的商家 而且完全是 對來只是一個完全上 上失信心的一個 一個廣感就直接下來 那這一次呢 這一次他在三月份 總共發表了幾個重大訊息 一個就是上次我講 前幾天我的一個訊息 就是LINE 他開始也把廣告 學FB學Google 用競標的模式來製作 所以這也是他一個重大訊息 這個LINE廣告這一塊 我明天會把一些諮詢者收集一下 明天跟大家來講說 那廣告這一塊要怎麼來做 那今天講的就是 他現在在電商這一塊 他用了兩個模式 大家應該可以看得到 一個是禮物小鋪 禮物小鋪就是他直接 商家直接跟LINE做合作 然後在禮物小鋪裡面 直接可以送禮物 這個模式 可是這個模式 其實我以前也想過 只是一直沒做 以前我的一個機制 再過來是他現在 又有一個LINE AT裡面的口袋商店 口袋商店很明顯就是 像什麼 像Yahoo的商城 所以是什麼 為什麼我不是說是Yahoo的商城 而不是說Yahoo拍賣 意思就是說 你是要有銀燈 你是要有商業登記的公司 行號你才可以申請去 加入他的口袋商店 第二個你是要有 賣實體東西的 你是要賣實體東西的 你也才可以加入他的商店 OK 那他在這邊這一塊 在Yahoo在商城 在LINE商城這一塊 我已經看了一下 現在在全世界的一些國家 現在只有台灣有在進行這一塊 台灣有在進行這一塊的使用 在日本的LINE STORE LINE STORE裡面好像也是有一個東西 可是他之前的LINE STORE裡面是他之前的 跟他現在的這個 我們裡面在台灣所講的口袋商店 是不是有相關 我還不是很確定 我還不是很確定的 我會再研究一下 但是反正就是 在台灣就像現在 我們知道LINE在韓國在泰國 都還是是市占第一名 第一名的集資通訊軟體 可是在那兩個地方 他們也沒有推出現在的口袋商店 那我現在要講的是 LINE現在用這個商店 對於消費者來講 是不是有吸引力 商家是不是應該要加入呢 其實我要講的是 應該早就要推出來了 只是我一直想不出來 為什麼LINE一直把這 電商最快一直弄得那麼糟糕 而且一直都沒有推出 那我想說 如果一些商家 其實到現在來講 我們對LINE還是有一點比較 是可以加入 但是它的使用性 還要再去強化一下 因為大家現在使用LINE只是看訊息 可是大家知道 在動態消息裡面 就超多的廣告 所以會不會有人去動態消息裡面 去看廣告 這是一個問題點 但是LINE商店裡面有一個好處是說 它可以直接用LINE 你可以在LINE裡面 直接跟你的客戶做溝通 直接把訊息傳給你的客戶 直接把 讓你客戶直接可以用LINE裡面去下單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點 在LINE裡面直接一鍵 一按鍵 一個按鍵 直接下單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電商 我一直在強調 這個最重要的一個事情 就是有辦法一個按鍵 就把客戶的錢 放到你的口袋裡面來 這是電商一直 要玩到最極致的一個手段 那是LINE裡面已經完成這一塊了 所以我一直 我也是很看好這一塊 所以我會 讓我的商家也是把他加入進去 然後也寫出其他商家 在LINE這邊來做一個好好的行銷 那我應該想說 FB應該也會快出來 FB的商家可以一按鍵 銷售這個 應該也是在今年會出來 我們就期待他看看 但是現在LINE這一塊 OK 我跟大家說 我可以加入吧 加入吧 他的 他的 申請方式是還是有一點複雜 還是有一點複雜 那他另外一個重點是 他要申請是要五天的省二級 另外一個重點是 他要收月費 可是他在今年 現在有講說 三月份之前 申請的話 不用 到年底之前不用 不用收月費 這是他以前的灌量 的伎倆 因為之前在生活圈裡面 認證帳號也是一直在講說 要收費 要收費 收費了一年之後 才真的收費 那這一次是不是 三月份 會不會再那個 就看 台灣的廠商的使用量 如果台灣廠商使用量很快的話 馬上可能 可能四月五日 會真的開始收費 那現在三月份是還沒開始收費 這個是 大家可以來 先申請 先申請 要不要上再說 OK 所以我還是建議大家可以先來玩一看 然後要相關的 相關的一些訊息的 輔助啊 大家可以再問我 問我 再跟提供大家的一些協助 這樣子 OK 那今天就講說 LINE的口袋商店的營運情形 我是認為它可行的 大家可以加入 OK 那我們今天就在這邊 還有 支持我的話 就多個留個眼 然後分個想 按個讚 OK 好 我媽媽留言 OK 拜拜